嗨,大家好,我是龙阿喜 今天我们来山里撞一撞 在这边发现了一位珍贵的中草药材 在我们当地的话非常出名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长这样子 它的叶片是很多那种三角形的叶片 组成的 成碎状 像这种叶片上 到时候它就会长那个粉出来 成为金色的 用那个太阳一晒的话 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说我们称它为海金沙 像流沙一样 海金沙的话它可以清热解毒 沥水消肿通灵 所以说真的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药材 像我们这边 管它 这个植物叫蛤蟆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蛤蟆藤 真的长得很奇怪 因为这边煎雷茶的话 都会采一点这个叶子嘛 然后弄在那个雷茶里面 一起喝 因为那个清热解毒效果非常不错 这个海金沙的话 它可以治疗那个结石 治疗结石的话特别好 听老人家说 用这个海金沙嘛 跟那个鸡肉精一起服用的话 治疗结石效果非常不错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这是它的金干 金干的话比较硬 稍微硬硬的 然后很光滑 这个的话 还不是很很老 像那个比较老的 上面这些背面嘛 就会成白色的那个钻 用太阳晒一晒 那个海金沙就会掉下来 你看 这树上爬了很多 漂亮吗 你看我外孙女很喜欢这种造型 像非洲姑娘的 夏天的话 拿这个煮水喝的话 可以解暑清热 所以说 在我们当地的话 这个非常受欢迎 有的人出去也挖三步的话 经常会拔点这个回去 煮那个水喝 就是煎那个雷茶喝嘛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它下面会长那个果实 就是根下面的话 不过一般很难挖 这种根的话 一般四五米深啊 下面的话 可以挖成那个硬硬的果实 但是一般真的很难挖起来 这种根的话 你看我们拔了一个比较老的 这颗的话 拿去晒的话 很多那个海金沙 就是那个粉嘛 从叶子稍微掉下来的 这种的话就比较好 但是煮那个雷茶的话 一般挑这种尖上的嫩叶 这里的小公主啊 小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玩的 好了 大家有没有认识或者了解这种海金沙的 就是蛤蟆藤啊 知道它其他方面功效的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哦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走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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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